其實這個蛋炒飯聞起來那個鍋氣十足 就是有一種它其實火候調的很好 而且它的飯粒粒 分底 嗯 而且辣的東西其實配上 甜的粉啊 是配上粉鹽 而且啊 它的蛋是很厚實 嗯哼 這起來也的確是就覺得 喔 好好吃 開好吃了吧 超好吃的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小姿女孩 Yamiyami 台灣料理 其實是很大的一門學問 不僅可以讓你吃的好 這間位在大安區忠孝東路巷子裡的創意台菜 還可以讓你吃的巧喲 可愛別緻的餐點 搭配時尚的裝潢光格 帶外國有人來 不用擔心熱炒店的吵雜 也不用擔心路邊攤流汗的狼狽 漂亮的進來 漂亮的菜色 漂亮的拍照 開心的一餐 不是很完美嗎 你看 這才叫做創意台菜啊 哇 我真的發現他真的創意滿滿耶 對啊每一個都 一開始有點摸不出頭緒 他到底在幹嘛 真的 這真的是琳瑯滿目耶 就是顏色超級繽紛 我以前從一半開始 對啊 欸你知道 就我們不是點了一個烘蛋 然後點了一個瓜瓜瓜 對 這個蛋是要包在瓜瓜爐的爐子 包起來嗎 對 我剛剛聽店員告訴我們 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剛好點對 它這上面的醬是什麼啊 它名字叫做三合烘蛋 但是 它其實看起來有點像的 芋香茄子的醬 啊對 我以為是那種義大利肉醬 其實這樣看起來有點像漢堡欸 嗯對 但一般的刈包配料是差不多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夾那個 美肝厚肉啊 這個其實從它整個刈包的皮 就跟傳統的刈包我覺得不一樣的耶 其實它的口感比較有嚼勁的感覺 然後就這樣它的醬 其實有一點像是 魚香茄子醬 然後加了豆瓣醬的感覺 嗯嗯嗯 我剛剛是先加了酸菜 我還沒有加香菜 嗯 只是它酸菜有點辣辣的 嗯哼 所以 配上這個 醬 就更可以讓那個辣味提出來 而且 辣的東西其實配上 鹽的粉啊 是 嗯 而且啊 它的蛋是很厚實 嗯哼 這起來也的確是 就覺得 哇 對 有那種紮實感 但是又不是很硬的蛋 對 鬆鬆軟軟 我們剛剛不是電影大指跳跳器嗎 對啊 它這個雞看起來就是 炸得很酥脆啊 而且它在朋友邊很可愛的加了這種 秋葵 蔬菜乾 它是可愛的 好像是清餅乾 而且 炸得很少在上面 不會讓你覺得 嘴巴很麻很辣 就是有提味的感覺 所以它其實不會到很辣 不會 它的雞其實有點像是 立過油的鹹酥雞 的味道 它好像三杯雞的那種 它其實連外型長得都像三杯雞耶 與其說它是辣好的 它比較有提味效果 然後又不會說到很鹹 而且它加上蔬菜 剛剛真的不太合了 那根本沒有想過 可以把它加到三杯雞裡面 對 不錯 它沒有很辣 對 我剛剛在那邊看到 很像金字塔蛋炒飯 對啊 它買出來了 這個架式就會讓人覺得 不一樣 對好像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啊 蛋炒飯其實幾乎每一家店 都可以看得到 只要你吃到蛋炒飯 你就可以知道 指家店到底離不離開 其實這個蛋炒飯聞起來 那個鍋氣石子 就是有一種它其實火候調得很好 而且它的飯 粒粒分別 而且配上那個刺激豆 其實我很少看到蛋炒飯 是比較要刺激豆 所以可以加一點菜的鮮味 不會覺得 然後只有蛋跟飯很單調這樣 我覺得它的四季豆 整個把口感都弄得很好耶 其實它本身粒粒分明 但是還是有點濕潤 而且因為它蛋加的比例是偏少 它把它換成四季豆 所以不會說吃下去是軟的 然後四季豆就把它弄得脆脆 其實台菜用的調味料就是 胡椒醬油簡單的蔥酸 都還蠻單純的 但是卻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味道 跟不同的樣子 而且我覺得其實除了說 這些創意台菜會讓外國人 就是對台灣有更新一步的認識 其實連像我這樣 從小吃台菜吃到大的 我都覺得這樣不行 看到每一個東西都覺得 哇好新鮮喔 這到底是什麼 對啊 你看就算是蛋炒飯 都讓我覺得 對 這都還是有個人生氣這樣子 這都還是有個人生氣這樣子